距离18届三中全会召开已经过去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了 各行各业都在体会会议精神筹划未来的发展计划 在60条改革决议当中涉及经济界和企业的内容受到了广泛关注 在近期举行的搜狐财经年会上 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们纷纷表达了自己对全会精神的理解 以及对如何落实改革措施的一些建议 三中全会公布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这一提法受到了市场的普遍欢迎 资源配置效率可能比生产效率更有用 观念因此而转变 第一个转变就表现在资本市场 产权交易市场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佳场所 一定要把资本市场发展好 把产权交易平台构建好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看法 所以以后就知道什么叫新经济 新经济是技术创新加资本市场 这个观念改变了 跟过去不一样 国内经济发展依靠外需与大规模 政府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接下来不管是从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角度 还是节约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 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 提高资金的回报率就变得非常关键 如果说眼下哪个行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 很多人都会说是房地产 的确目前房地产对GDP的直接贡献率和间接贡献率约占15% 这么高的集中度显然会对其他行业产生几出效应 我们的资源配置在房地产发展方面 我认为是太多了 当然与此同时结构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在上海一对年轻夫妇 要想买到一个90平方米的房子 大概他们要不吃不喝工作24年 这是很不应该的事情 所以说结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房地产投资可以拉动我们经济的增长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认为房地产投资已经发展的过快过高了 从总体上来讲 所以不能依靠房地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 其实要降低房地产在经济中的比重 已经是很广泛的共识了 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房地产的行业地位不降反增 改革比较难 难就难在一步一步要放弃利益集团 已经固有的利益 张文英教授说到 利益集团实际上也是想进行改革的 其中有二 一 如果不放弃一部分利益 它就没法继续生存下去 第二 也许它是想获得更大的利益 因为当整个社会的利益更加充分的时候 这个利益集团通过改革 也能获得一些新的利益 两者之间的这个结合就促动了 改革是必然发生的 在目前的市场体系中 互联网行业因为其后发优势和技术要求 在国内的行业竞争中保持了较高的市场化水平 2013年互联网和金融行业的结合 让各界都看到了互联网技术的巨大潜力 一直以来 苦于没有机会进入垄断行业的民营资本 仿佛也看到了曙光 曾经的中国首富民生银行 发起人之一刘永豪就在论坛上表示了 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 必须要转变发展方式 互联网冲击了零售 互联网冲击了制造业 互联网甚至冲击了 我们的所谓的高富美的银行业 现在互联网的金融 现在势头非常的猛 我们的银行业感觉到极大的压力 我们怎么办 我们觉得只有变革 唯有变革 不变革就是等死 因为很简单 我们不能像传统那样到处建饲料厂 到处建养鸡厂养猪厂了 传统的方式走到尽头了 因为环境保护的问题 因为食品安全的问题 因为增长模式的问题 因为市场竞争的问题 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必须创新 回顾2013年 变革无疑是一个核心词汇 从经济改革到技术创新 中国社会在变革中继续前进 在新的产品和服务 给普通人带来方便的同时 我们期待针对原有经济结构的改革 能够打开局面 并落到实处